見他十分面善 驟逢未免心驚泉 又得以香善遮臉 實在你風之壽色, 早已名泉 觀眾朋友, 你們好 歡迎收看阿湘講戲節目 說起粵劇, 通常是說古代的才子佳人 他們怎樣相遇、相愛 或者有些曲折的故事 我覺得挺好的 因為我們看電影可以在戲文中 學到我們古代的禮儀廉恥 學到我們古代要求婦女 要溫良恭儉壤 這樣其實挺好的 可以令人彬彬有禮 亦令社會很和諧 你說挺好的 假如你多看我們阿湘講戲節目 有很多名人說他們的經歷 和他們的奮鬥故事 看看這一期有甚麼精彩內容 先 說起深圳粵劇團是一支很有實力的粵劇團體 可以說是人強馬狀 生、蛋、淨、沒醜 全部人員都是齊全的 裡面有一個花彈 我們稱它為新澤花彈 吳思明 吳思明是畢業於廣東粵劇學校 它是聲色藝俱全 特別是眼睛非常大 亦是很全神的 因為我們演員 是靠眼睛來表現這個人物的喜怒哀樂 所以他真是得天獨厚 由於他的努力 最近他獲得上海白玉蘭獎的呂佩國獎 這個獎項真的很講實力 亦是很難獲得的 真是恭喜他 今天我們請他來討論他成長和蟲藝的故事 觀眾朋友你們好 我們粵劇人才背出 最近深圳粵劇團有一位新澤的花彈 他非常出色 因為他出色的演技 獲得了中國的上海白玉蘭大獎 我知道這個大獎很難獲得 所以今天請他來和大家聊聊天 他叫做吳施鳴 施鳴你好 雙姐你好 恭喜… 謝謝… 現在我們行內獲得這個白玉蘭獎 好像只有幾個人 譬如曾小敏、李淑琴 歐大哥 歐凱銘大哥 就到你了 還有五飛帆 還有五飛帆都獲得了 只有五飛帆 很難得 也很開心 對… 這個獎項是憑著兩個電影 對 其實本身是以蜂住鳴的人為主 但因為我們團帶了兩個電影 一個雷宇 因為我在雷宇裡面 也是飾演四鳳 通過這次 因為很多大家都知道 白玉蘭和雙姐都知道 我用藍刀真的很難 因為他真的含金量很高 而且不是那麼容易 多得… 團長、劇團很支持我們這幾個年輕人 很給予機會 很幫我們爭取 做了很多功夫 所以去了上海會演 參加這個比賽 也得到了當地評委的好評 而且他們看了我兩個電影 第一個電影是 風雪爺龜人 我和曉藝主演 其實那裡的電影是更加重的 是比女主角 對 那個女主角 但我當時也報了女配角 因為白玉蘭的主角獎 一定是電影最好以圍繞著 她本身的人物為主 就會好 譬如電影是木桂英 沒錯 圍繞著木桂英 但因為我們這電影 有考慮到 當時我和曉藝 其實真的不相伯仲 大家的電影都是五十五十 可能機會沒那麼大 因為想著第一次去參加 去上海會演 不要緊 都是去將自己的水平發揮 以及去見識一下 因為玉春是一個少奶奶 她是一個飽經很多滄桑 很多事的人 不應該說滄桑 應該是她經歷了很多 雖然很年輕 但是四鳳是一個很天真 很浪漫的少女 很順樸的 所以當評偉看了之後 就覺得 想不到我 他們當時看到我們 想不到我們這麼年輕 以及就覺得 想不到我可以有演成熟的 有不一樣的韻味的人物 不同年齡層次 對 還有她的思想各方面都不同 所以可能對我的印象 留下得比較好 說回你的風雪爺歸人 我看到你的玉春 你和曉禧有一段戲 你們有很多技巧 她是整個這樣托起了你 曉禧跟我說 她說 詩名很輕 我證明你是有練功 有的 一直都有保持 很難度大 那個動作 其實也不算 我相信 可能她… 這是編舞老師的厲害 不過這個是導演要求的 是她突發靈感 看到我們在排舞 以及當時舞蹈的老師 劉老師 打算其他動作 但這是其中一個類似 又是男主角在裡面 如何托著女的 讓她一種自由飛翔的感覺 覺得她們倆已經釋放了 她們倆是自由的 這是一種昇華 後來導演突然看到 別動 就是這個 要這樣… 所以導致最後這一幕 我們當時有些舞蹈的動作 一些前面的動作 因為她們倆結合了 融合在一起 那… 當然這個動作 對於我們練功之人 其實還不算 沒有什麼難度 不算高的 不過就要定 就好像我們要雙腳定住 那條腰一定要挺住 因為如果不是一直挺住 要吸氣 對 吸氣提氣 然後要… 因為你要翹起身 那隻腳 而且因為手要像鳥一樣 像鐵達利 對… 幾乎是這樣 不過是男主角這樣托著 她很辛苦 有時候我們那個… 那個叫做提霸 那條平台 有時候很窄 我有一次幾乎是… 因為很窄 因為她要看… 看台而去演出 有時候那些台比較窄 所以我們那個平台也很窄 嗯 當時可能沒有考慮到這樣 我差點是跌下去 幸好是曉藝… 剛才我轉身的時候 她要捉住我的腰 然後才慢慢這樣托上去 我幸好一轉的時候 我幾乎是… 我轉身後才會轉身後 我轉身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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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也堅持照做下去 她當時其實只有腰在頂著 背部和頭已經伸出提霸的後面 我們只有中間的位置 其實她也很難的 對…她也很難 因為她要支撐很久 這裡設計有一個風扇 把我們的白圍巾… 對…飄飄肉鮮 因為這是她們兩個定情信 對…很浪漫 對…她要飄起來 所以她要定很久 到後面… 對… 那曉藝和你呢 我覺得你們很有趣 是有一種默契的 你們是同學嗎 對…我和曉藝同學 難怪 很多年感情 對… 老同學 是這樣的 演員其實需要不斷合作 最重要是熟悉 在台上有一種默契 沒錯… 你們是有的 有 是嗎 對… 不過的確有很多 無論是香港的朋友 看過我們演戲的朋友 都覺得我們… 有時很多人叫我們金童玉女 為何你們不是一對 他們覺得我們在舞台上很合格 可能也覺得很合襯 他們也覺得 為何你和曉藝會特別默契 正如霜姐所說 第一,我和她同學 大家平時私底下已經很熟 很熟悉 再加上我們又會經常地… 因為熟悉 就會經常去交流心得 嗯… 覺得這樣… 大家又會… 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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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就是跟她拍檔很多電影 真的有很多很多電影 無論是現代電影也好 古裝電影也好 截止電影也好 所以可能就… 而且曉藝也是一個很… 很用心的人 在藝術上也很有追求 所以我們倆都會很有共鳴 不知道為何 有時她拋球 她自然又會接回 又打給我 對,可能等等各種原因 各種的總結合起來 所以就形成了默契兩個字 玉春 為免再有人打擾 我已經關了門了 玉春 我等你等得很苦 針茶陪禮 針茶陪禮? 是嗎? 這樣可以了嗎? 好人有好報 我真有福氣 看你開心得那個羊 我開心… 是因為我想通了 連心,你真的想通了嗎? 是呀 那…那我們走吧 現在就走? 是呀 這麼快? 你還有甚麼心事嗎? 沒有 沒有的話,我們就拿著時間 走吧 來 是呀 釋明,我知道你出生於殷平的 是,我是殷平人 是殷平妹嗎? 是 是呀 四幼應該,還是五幼 那小時候就… 是否很小時候就喜歡這一行呢? 就是文藝、粵曲等一行 其實… 小時候真的從小到大 不是,因為可能我爸爸很喜歡粵劇 但是可能有基因 小時候就不是真的喜歡粵劇 是小時候喜歡唱歌、跳舞 即是文藝 沒錯,是的 一直都很活潑的 而且很有表演欲 看到人來家就擔著小椅子 在小椅子上… 我唱歌給你聽 我跳舞給你看 對,所以當時爸爸媽媽都覺得我 以後都應該是走文藝的路線 也沒有想到是做粵劇的 但有一次,其實可能都是緣分 就是陳文玲老師,我的啟蒙老師 他就在我們音平文化局 在那裡任職 他自己有個想法 他很想培養 覺得音平好像沒有,沒有粵劇 好像沒有小朋友可以學粵劇 所以我覺得他非常好 然後他剛好在我們的小學 我讀音平四小 跟校長談 校長很讚成 在那裡開了訓練班 就是那些業餘的 每個星期去一次、兩次 然後陳老師也去各個班 選人 選人 當時覺得好玩 也挺有趣 純粹是這樣的 但當時慢慢開始接觸了 原來戴女花是這樣的 紛紛已是這樣的 荔枝仲 就是當時老師會教我們這些 慢慢壓腿 覺得挺有趣 學了很久 然後老師就說 月替校校招生 你有興趣嗎 回去跟家人說 家人很大力支持 去吧 當時其實是很嚴重的 當時我們預約校招生的時候 因為我知道各個老師 就要找一批老師 去各個地方 我首先在福賽的時候 第一次去考試的時候 不是在音平假 是去到開屏 去到開屏 他有個點 然後老師和校長帶著我們去 很多個 去考 然後我記得 吳老師就在這裡 壓我的腿 看得不可以 然後又看我有沒有反爭 又練一下音階 看有沒有走音 等等 我自己搶一段 當時很緊張 從來沒試過 不知道有沒有消息 不知道有沒有好消息 不過還是這樣過了 但想不到 沒多久 校長就說 咦 你通過了 後來接下來了 就要上廣州 因為一千多人 在一千多人之中 然後就海選到 我們那七十多人 一班 包括音樂 趕到廣州 更加緊張 當時我在學校 在陳老師教我們 在訓練班的時候 因為我當時比較高大 當時 現在就不是 老師叫我做男生 即是反傳 反傳到學校時 各方面通過 但老師就說 我做男生 不知道我做花彈 不知道是否想化妝 我說糟了 我跟老師說 怎麼辦 是不是不要我 為甚麼就是找了我 跟一兩個 去零零細細化妝 然後 後來老師就說 不是 老師就看到你的 因為我們老師 又帶了 陳老師又帶了 校長 又帶了我們 小時候拍的 那些照片 給他們看 就不知道我是否適合 所以後來就 找師姐幫我們化妝 他又沒有說甚麼 還不更害怕 糟了 我想還是沒有 就不行了 不行了 然後後來回家打消息 但小朋友始終 以前小時候 都是四、五年級 回到學校後 繼續學習 好像差不多等了 整個學期 我們是五、六月份 去比賽 去考試 然後也要八、九月份 才知道自己通知 是否可以 這樣 等了整個學期 我記得等了很長的時間 後來 後來又是校長叫我 去到他辦公室 恭喜我 說我考上了 你不如說說 粵劍學校的故事 其實你是很期待 進入這一行 進入了之後 你會不會失望 因為一進入 你會練功 會哭 你有沒有經過這個學期 有 絕對有 但你也忍受到 就不會說 我要退學 有沒有這樣的念頭 那真的沒有 說真的 也不怕說 為何當時 由考慮到 讀樂劇學校 其實當時 不是很喜歡樂劇 只不過覺得 都是唱歌 又跳舞 也好 還有一個很大原因 因為我們家境 也不算很富裕 所以也不是嬌嬌女 當時我們是有分配的 有工作分配 而且有廣州戶口 覺得 解決了很多問題 對 為父母也解決了很多問題 所以覺得 既然當時很痛苦 壓腿 這麼痛 真的曾經在我時常 想為何要讀這行 但一想到父母 不想他們那麼辛苦 還有覺得自己 可能會有美好的將來 咬著牙關 我最記得我壓腿的時候 不是要碰到額頭的 對… 一直咬著唇 眼淚不停滴 不停滴就不出聲 所以… 不過當時的老師也很疼愛 他們覺得我挺吃得苦 從來都沒有說不練 或者說較辛苦 很難得 我小時候也懂得這件事 很懂事 對 捱了這個關 最開心的就是排戲 嗯… 我們很喜歡 對… 因為覺得很新鮮 而且沒有那麼痛苦 不用練彈節工 對… 對… 那排戲 你第一個戲是排甚麼 我第一個戲 可能… 雙姐你也猜不到 我是排甚麼戲 嗯… 我第一個戲是… 撒廟 撒廟 韓旗撒廟 陳香蓮 那你不是做青衣嗎 是呀 是呀 當時我也想不到自己是學這個 老師本來是想編我去… 呂布戲《雕閒》 嗯 花旗吧 是呀 但可不可以不知為何 老師又叫我去… 撒廟 韓旗撒廟 嗯… 但我又很開心 因為… 雖然第一個戲 但就練習了 就是知道… 青衣很淡定 嗯… 而且學會了一個渾水法 因為有很多同學 可能也不一定會渾水法 是呀… 是呀… 而且這個韓旗撒廟 她在秦香蓮的感情變化 是比較豐富的 是… 即是比刁蟬 或者比跪中原都豐富 所以其實起點是很重要的 是… 而且她又一個比較成熟 經歷這麼多事情的 所以對於我們當時 才十多歲的女生來說 其實都… 其實挺難的 當然了 你說現在看起來 還是覺得很有嫩的 但是… 我也很開心 因為當時老師分配這個戲 就像雙姐所說 把戲點高了 可能在我的表演 和各方面的藝術水平 其實可能已經提高了 是的… 我們行內有句話 叫做學好功夫 就等運到 是嗎 對 等機會 對 沒錯 是的 你學校六年制 對 六年 這六年來有甚麼很難忘的事 難忘… 其實小朋友… 小時候的六年這麼長 其實有很多很多事 都是… 無論是開心、雨、不開心 都其實說真的很多 一下子我也無法說 千二萬語一下子去總結 我最記得… 其實我是很驚喜的 我其實可以說這個難忘 為何說難忘呢 就是… 我剛剛去了 在車廁的時候 我最記得 然後有一天 我們上課 老師就跟我說 你… 校長找你 我又說 咦? 我沒有犯錯 然後… 原來她說 你不用緊張 我向你恭喜你 我問甚麼事 原來… 我當時… 那時候已經是三年級而已 就是語教學的三年級 然後就說 恭喜你取得了… 當時是文化局… 即是文化局 是省文化局 是扔印的 就是承認的 是一個叫胡楚南獎學金 就是我是屬於那個… 那個裡面的三個學生 其中一個 當時的學校好像只有… 我和傑哥 就是上一屆 就是我們王永傑師兄 是只有我們兩個 就是拿了這個獎學金 是 這個獎學金和這個名譽 所以她當時覺得 蛤? 為甚麼是我的 就是這樣 就是覺得很難 就是因為你很勤奮 因為你有成績 所以她的獎學金是發給你 是不是這樣 其實我的成績 就是… 怎麼說呢 其實有很多同學都很勤奮 他們的條件也很好 或者可能我會… 因為… 為甚麼呢 我受到很多律師姐師兄的影響 因為其實前… 我上一屆有很多師兄師姐 其實她們都很努力 當時除了我自己也算是勤奮 因為知道自己的基礎… 不是 她的條件不好 她們平時睡覺的時候 我就不睡覺 你就是練功 是 總之在排練場 你基本都會看到我影子 然後… 永遠都是… 幾乎我都是最後一個才去洗澡 有時甚至都沒有水打 因為有時練到… 太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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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或者可能… 是… 這些這樣的態度 或者可能… 可能覺得… 學校覺得… 覺得應該… 鼓勵一下你 可能應該這樣 哦 這樣 對… 譬如在雷雨四縫那裡 她就會覺得… 她說其實你基本做到了 但你說我分略了 譬如最細微的東西 可能見到大少爺 因為她很純樸 很天真 一個浪漫的女生 她喜歡大少爺 她不是說 喜歡見到她就走了 而是喜歡了之後 見到她之後… 你知道吧 有些害羞 這件事我做到 但是她說是… 臨… 最後… 好了 轉過來之後 她還要偷偷看她 還有一個很難忘的一個校座 就是我們的… 瑜伽大師 紅線女老師 前輩 她就… 她在我們未畢業… 六年級 即是差不多快畢業的時候 就在我們學校選… 選人 選了幾個女的 那個戲就叫做 西關女人 是她自編自導 對…她做導演的 這個真的很難忘 差點忘記了 第一就… 哇…可以接觸到我們的大師 是我們夢寐以求的願望 是 然後跟她可以招職… 即是每天都相對 因為她跟我們一起吃飯 跟我們一起聊天 跟我們在舞台上… 等等 傳授她的藝術給我們 學了甚麼東西 哇… 其實怎麼說呢 因為在學校一直都是… 應該是學了甚麼東西 我覺得應該是開拓了我的… 現代戲的一個爐… 可能發掘了自己 即是一條新的爐 新的爐 因為你一直是學古裝的 是 在學校… 全部都是學古裝戲的 從來沒有接觸過現代戲 因為紅老師 這個西關女人是現代戲 當然我這個角色 屬於是主角叫美珍 其實我有一些同學更難 有些同學要做老人家 做我媽媽 但我的角色 其實年齡階段跟我當時差不多 所以其實都算是… 容易掌握一點 起碼不會練腦 但因為她氣氛很重 因為她是主角 當時就覺得唱歌很害怕 始終我們都是… 學生比較亂 學生比較亂 而且對舞台的經驗 承受力也不太強 但紅老師真的很… 真是… 很值得 很關心你 很關心我們 然後因為我唱得特別多 她也會經常性地打電話 她突然想到打電話 叫我們去辦公室 她有時很晚地打電話給你的 會的 會的 而且臨時 可能我們上課 她也會叫老師 因為在辦公室 她就會叫誰過來 我們去她就會跟我們說 在電話中就說 我覺得你那句應該這樣唱會好一點 你記下 我當時就… 我跟著她學 我要唱給她聽 當時… 很幸運 很幸運 所以我都說我是很幸運 可以得到紅老師的現存身教 然後又可以擔任一個… 即是當時覺得學生 可能可以這樣… 做主角 做主角 去會演 當時是有會演的 可能就是這個基礎 當時的團長 深澤宇的團的團長 可能也看到我這個… 因為他們也看到我的會演 也看到我的… 叫做… 我們當時畢業會演 他們也有看著 所以就結合了 她就… 很希望我去到他們的團 那麼… 就立即… 當時… 因為當時也排名《陀哥的旗》 所以就給了金蘭這個角色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是… 其實幫我打了很好的基礎 起點很高 所以我是不是很幸運 很幸運 你也沒說你的師傅是誰 是嗎 一輪嘴 是 是 我早兩年 也很幸運 就結識了我 當然了 我認識了她很久了 真是很仰慕多次的真偉 拜了她為師 其實我這次… 不算是這次 應該是我一直來 尤其這兩年的進步 其實真的離不開我師傅 對我的教導 她真的… 我一有空… 她一有空去深圳 或者經過哪裡 她都會叫我出來 只要我一有空 我一定會見她 我… 哪怕是見一眼 她就看我的照片 或者她看不到我做也好 我錄一些錄像 錄音給她 她會馬上說我 她會告訴我哪裏不夠 或者應該哪裏加強 還有師傅雖然她都很忙 但她真的對父母很好 真的好得就好像自己父母一樣 我來廣州演出 她主要有空 她都一定會來看 來指導 然後就… 沒有停的了 一做完之後 她就電話 如果我有空 我會跟她一起吃東西 她會幫我提出很多意見 所以尤其這次去白玉蘭 其實也有很多師傅的點睛 滑龍點睛 因為她說出了我 譬如她說 你要注意你哪裏 其實你那裏是不夠的 譬如在雷宇四縫那裏 她就會覺得 她說其實你基本做到了 但她說我忽略了 譬如最細微的東西 可能見到大少爺 因為她很純樸 很天真 一個浪漫的一個女生 她喜歡大少爺 她不是說 喜歡見到她就走了 而是喜歡見到她之後 你知道吧 少女的心 這件事我做到 但她說是 最後轉過來之後 她還要偷偷看她 然後再甜甜地 她說這件事真的倒出了 所以當我注意了 我就加強了這方面 的確在深圳未去比賽之前 再演多幾場 我亦請了一些老師 和她去看 她們都覺得 這樣就會好很多 可能我覺得 對 好像風雪一樣 她又要怎樣注意自己的形態 因為一個 少奶奶的那種風韻 那種味道 不是為何她會這麼喜歡你 她可能是一個 很迷人 很漂亮 而且當然還有她們的心靈 是得到共識的 所以她會提到很多 平時沒有人說我的 很多人都說 覺得你好像 我不是說自己 對於我自己來說 不是說驕傲 而是說對自己來說 還不太嚴重 其實除了自己 當然是說自己努力 我覺得真的離不開 師父的教導 不是說過的 小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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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小声 可以 我回到 詞曲 李宗盛 你又熟悉情, 你就曼曼徒 你拍檔過這麼多演員 學到甚麼 因為每個演員有不同的表演風格 例如細哥 細哥,尤其在他身上唱功 而且他非常嚴格要求我唱功 因為條件不算最好 但他也覺得我很有靈氣 當時他不僅教我表演 可能在表演方面 自小我就很有表演力 我也很喜歡在這方面有些天分 很多導演和前輩都覺得 都稱讚我 但唱功是唱演為首 唱做年打 細哥就用了很多心思 經常叫我和他一起練習 跑步 細哥很勤奮 到現在他還是跑步的 練戲 所以他唱功唱得很好 所以當時我和他排戲 排演唱女生 尤其是排《陀哥的旗》的時候 他很辛苦 從頭到尾 還要幾十歲 在高椅裏面 又回來 所以他需要很多戲 而且唱功 唱段很大段 所以細哥會帶著我 在當時的劇院 在鳳凌路路上 會跑步 在一邊跑步 然後他又教我 怎樣叫聲 還有他說 應該怎樣 我怎樣把聲音集中 以及怎樣唱得有韻味 所以我也是在細哥的身上 尤其在唱方面 真的 不予不淺 那你拍《陀哥》呢 《陀哥》呢 《陀哥》呢 因為《陀哥》 《龍門天》 對,《龍門天》 《陀哥》是香港文武生 當時我第一次拍《香港文武生》 因為香港很奇怪 他們說戲 我稍後這樣出 我當時傻了 不過《陀哥》也很照顧我這個小妹妹 她說 不敢 她說我可以和你排一下 她唯一和我這樣排一下戲 我在她身上學到甚麼呢 《陀哥》 他們很厲害 在舞台上 因為他們的台詞 完全和劇本不一樣 對 他們暈腿 但他們暈腿很厲害 暈腿完全一樣 即是她唱得對 她的《陀哥》 然後我們就… 很害怕 怎樣呢 我就照做 但我記得有一次 我跟師傅和陀哥 尤其是那個最明顯的 我也是做小青 但小青有很多事情 長期 然後 我要審陀哥 那陀哥 那陀哥就… 跟平時說的 我不是很相同 怎麼辦呢 那我就有爆 所以… 但陀哥回來 也不錯 我可以爆 因為那裡要審她 我說她先 然後她說 怎麼了小青 我走過來 怎麼了 怕我嗎 這些… 下面也在澳門 有反應 很有反應 然後我說 大聲跟我說 你有沒有錯 她很小聲 我說 這些是根據學 他們很喜歡 跟台下的觀眾交流 我當時又跟她說 你們大家聽到她說什麼 然後我說 聽不到 所以我覺得在這方面 還有在她們的爆肚 這方面 即是香港演員很靈活 是的 但這個是我們水平 真的… 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這件事師傅就行了 厲害 你師傅說拍勻了 香港的文武生 他真的很好 他很靈活 他又是可以自己作詞 這樣下去 我們… 所以我在這兩… 在師傅和在旭哥身上 這個是最明顯的感覺 其實也是 就是豐富一下自己的經歷 這樣學到很多東西 是… 我也還拍過江林歌 李江林 李江林 李站平 他叫做司馬祥 司馬祥 是屬於你的師兄 還是師弟 沒有搞笑 我們的身分是重疊 多重的 因為他是我下一屆 如果要靠下我女生 或者是師弟 師弟 但他拜師比我 同門他是我師兄 師兄 但我平時… 我們都很… 年輕人 我經常都會說 師兄… 師兄… 他個人… 在演戲方面很有天分 嗯 他唱功也很好 對 我覺得他演戲和年紀不相情 對 他很老道 我覺得… 除了他自己有這方面的天賦 他很用心 我跟他… 有時我們去見師傅 師傅幫我們上課 那麼… 他會去接我 他的卡拉OK 即他的車道 永遠都是師公 和方姐等等… 即他經常放的 唱功 對 總之他覺得 他唱得好的人 他都會經常… 師兄… 師兄… 我都… 挺感動的 師兄… 我要向你學習 很勤奮 很勤奮 對 而且我覺得他在師傅身邊 因為他也很幸運 因為他長期可以在廣州 和師傅一起 因為我始終畢竟有團 而且在深圳 始終… 當然是… 完全新教 格適一點 對 所以他也說 師傅 他現在很聰明 他也懂得怎樣下腳 怎樣運 自己已經打算了 懂得爆肚 他現在也很聰明 所以… 這個… 對 對 不要等他開心 對… 那說一下 你的平日生活 因為我們的觀眾 很喜歡看 平日的演員 沒有戲做 又會做些甚麼 我… 其實我也挺簡單的 我… 平日也會喜歡看電影 還有… 為什麼我會喜歡看電影呢 也是學習 西片 什麼片我都會看 當然要喜歡 放鬆一下 第二就是 學習別人的點子 學習別人的表演 沒錯 其實藝術門裡是… 真的不… 相通 那你除了看電影 還有其他愛好嗎 唱歌 你喜歡唱歌 我很喜歡唱歌 唱文歌 什麼歌都喜歡 那卡拉OK 你就是什麼都唱 對… 其他甚麼唱歌粵劇 總之我都會聽 文歌 流行歌 我都會很喜歡唱 挺好的 沒有 都是互相… 即是說… 吸收 其實唱歌不一定好 但都喜歡 都會學習 都會學習 其實也是挺好的 我覺得… 有時去練習 去唱文歌 以前沒有那麼通 現在慢慢慢慢會… 其實對我們唱樂曲都有幫助 當然了 文歌的共鳴 其實是比我們好 更加科學 我們的共鳴比較窄 如果學到一點 我們的聲音會比較響 對… 入咪的方面會比較好 對… 所以我也覺得… 對… 可以互相吸收 藍 你現在在深圳團 都這麼多年了 你自己接下來的藝術 知道有些甚麼計劃呢 對… 其實我們團也挺忙的 因為現在我們團 就有了… 即是說申請了 而且得到了深圳的文化局 政府的支持 就… 每個… 每個星期二 雙姐都知道了 就我們的鳳凰劇場 我們會不停地為這個月秀 排一些電影 你在這個月秀裡 你也要經常演嗎 對… 我… 阿燕… 阿翠姐… 即是我們幾個骨幹 骨幹 骨幹 毅哥… 凱桃等等 才哥 即是我們都要… 輪著演 對… 因為是長劇 因為是截止戲 所以我們都很忙 而且我們社區 因為… 這個也是上頭的任務 嗯… 要去社區演 而且… 本身我們現在 去香港的演出都很多 嗯… 荃灣啊… 等等 所以我們其實都很忙 不停經常都有演出 嗯… 其實… 所以我說 Anthena平時 以前喜歡做的事 現在都少了很多 因為現在都經常… 一有空… 太忙了 在家裡休息一下 喝杯茶 接著就… 麥克… 我知道 你昨天才在香港 對… 演了兩天 今天又要趕來我們做節目 對… 明天又去… 弓村 弓村演三眼 對… 辛苦了 對… 我想問你 你有沒有想著自己有甚麼計劃 是自己做的事 譬如自己是排過甚麼戲 或者是搞過甚麼專場 有啊… 這個說起 我們藝術都要不停追求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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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就是想著甚麼呢 其實都是為自己的專場去考慮 去打一下基礎 嗯… 首先呢… 當然了 專場可能不一定是這一兩年可以完成得到 但是努力吧 嗯… 其實是我暫時最近年的目標 計劃 對… 但是我就想… 因為專場我覺得… 就是要展示自己… 即是自己的水平各方面 那我又不想這麼簡單 就幾個戲就算 嗯… 而且呢… 我都要… 現在我是著力在想 譬如哪些戲 我要現在就要開始找 嗯… 找呢… 然後呢… 就要練多些 演多些 那到時我就不會太吃力了 嗯… 我就為現在為這些想 還有呢… 就… 還有接下來呢… 嗯… 十二月份 十二月四號五號 那麼呢… 就阿黎先生 就… 我們的班主 黎班主 黎慶元先生 那麼呢… 他就… 也都很大膽 就是很多謝他 就… 叫了我和… 請了我和阿秋元哥 就是… 叫了兩個 就擔兩個戲 在新江演 嗯… 這個也是我暫時一個很… 因為… 除了在劇團 經常去香港演之外 但是從來沒有試過 和阿秋元哥 一起去… 就是拍和阿秋元哥 嗯… 還有呢… 香港班主 嗯… 挺好啊 這個對於你來說 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一個很好的學習機會 所以我也是… 會著力很多 因為呢… 香港班主 他基本不和你拍戲 嗯… 所以呢… 這兩個戲呢 我現在就… 已經開始在籌備 一個呢… 還在寫著 嗯… 一個呢… 現在在讀曲啊… 怎樣怎樣… 自己要… 理好自己 好啊… 我們各位觀眾呢… 期待… 你又要加油 好多謝… 看阿湘講戲 品戲曲人生 今天此案 八時興 上書門帝 又威靡 我報上公堂 心盤算 得… 得 醜生都有很多種醜法 有一種叫方根醜 有一種叫浩大醜 就是做官的 那些… 那些… 那種胡桃圓冠那種 那些… 那些… 那麽那麼 那麽會是… 它的錄像就是你 ?". 那麽那個örung 那些… 那些… 那樣的那些那些ike 那些那些… 那麽那些 那些… 那些是… 那樣的那麽那些呢 那 Tyne 那些那些呢 那麽那些丫outer 那呢… reduction 那些酒脆 那些那些那些… 那些no 那些那些…那种人… 碰撞出一種火花 一種笑聲 不如我們看看張鴻萍 講一下這個蒲大丑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鯉園藝壇》 我是張鴻萍 今天我為大家介紹丑國 其實丑國有文丑有武丑 文丑裏面它有很多丑 好像我們上次介紹的荒根丑 譬如張三郎 呂蒙正 這類就是荒根丑 接下來我為大家介紹蒲大丑 蒲大丑 文丑中的其中一種 也叫做官依丑 主要是扮演一些知府和知縣 這些角色官織低微 但是就起到了貫穿傳劇的作用 是帶動劇情發展 表現戲中主題的主導角色 這次請了佛山青年月劇團的鍾建勇 為我們表演這一個知府和盡的片段 蒲大丑即是官依丑 它是大烏沙 是官來的 不過官織不會很大 還有圓靚 紅色圓靚 它這件圓靚是比較短的 它不會到腳面或是長過腳面的 因為它是表現了一種給人感覺 一種灰鞋 幽默 風趣 但是它又在主導作用的怨觀 或者是怨婦的時候 它又能夠很突出這個人物 說完裝扮 大家會否覺得有些奇怪 為什麼它的嶺沒有了 就是說沒有了一個衣嶺 其實不是的 因為在戲裡面 作為它現在這個知府胡盡這個角色 它可以不帶個胡嶺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們會否感覺它有些 挺有趣 就是好像不協調 其實舞台上的一個人物 特別是醜角 它要講求的一種就是不協調 不協調 就會體現出這個人物的那種性格 那種風格出來的 所以胡俊就不帶胡嶺 你表演一下這段示範 那邊出 那邊出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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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噹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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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游威蜜, 我报上公堂, 心盘算 旋 答 答 停 我要看风誓你 保前情 啊men 啊 這個就是知府胡俊 在春草廠堂裡第一次出場 他那種所表達的東西 他表達的心態 現在講返表演 相對來說我覺得 現在你的處理稍微欠缺少少 因為你出來的時候 那幾步我覺得是比較重少少 就是心情要跟著腳步沉重少少 不要說為了那幾步 其實那幾步就是他自己都很難決定 究竟是怎樣好 這個決定就讓觀眾覺得 他都是 即是說給觀眾知道 他都是真的很難決定究竟是怎樣的 所以那個腳步就稍微是比較沉重些 那個重心向後 就不要向前 就是你向後之後 重心是向後的 出到來之後 你亮相 一定要帶著疑惑 或者是迷惘 你不要說 好像平時那樣亮相 我亮相我多英俊 我給別人看 不要這樣 因為從角色來講 你一亮相 你一亮相 你帶著它彷徨 帶著迷惘 你說這件案怎麼辦 你再看 再看 唉呀 這個 今天此案 不時興 唉呀 尚書門帝 有威名 我報上公堂 心 盤 算 怎麼辦 這裡 矛盾 矛盾 怎麼辦 哎呀 不是了 韓風勢力 保前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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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拿著官大 這個官 一定要是 尼部尚書 他委派才能做的 所以他就 為保前程 一定要這樣 韓風勢力 保住自己的官位 所以這個 他的層次 就是從彷徨 到他有所決定 有所抉擇的時候 他那種內在的東西 又要表露出來了 因為如果你不表露出來 觀眾看不到 葡大炒 即是說 官衣炒這方面 其實就很多的內容 比如說 其實他說 一些的身段的動作 或者是什麼 就 跟小生 或者是 方根炒 都有少少的不同 就是他 因為他穿的是官衣 官衣不同 跟海青 海青 可以比較 瀟灑一些 或者是 大一些動作 或者小一些動作 都可以 但是他穿了官服 官服就比較 定了型 他的型 是怎樣 基本上定型 他只能夠 將他的 那種 形態 那種 神態 放大 不如說 這樣看 或者是這樣看 他都 都只能是 將他 歸類 在這一邊 才行 所以 其實說 講起 這個 葡大醜 還有很多 話說的 不過呢 這一期 就講到這麼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悲風 女 玉魂 香 笑 這首曲 大家都很熟 哈康的名曲 叫做 《濟玉河》 梁耀安 很多人都怎樣 就是安哥唱 其實安哥是哈哥的徒弟 由他來唱師父的名曲 當然好聽 一起欣賞 好 悲声换巨水中啊 轻如浪月当空 命在我身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多情玉女 永远是玉云色桥 玉河难掩 你万丈情潮 妹呀你欲结冰清 不肯从恶 笑得我亦情如金玉 不受那相夜 妖莫道之欲成烟 我便叹别吊啊 任交诸尋 日方的人马 凌凌凌凌凌的 很快开入了上海市区 分布在四边四边 他们觉得自己打赢了 这些日本人 都不知道多么牙齿硬硬 只不过 就在他们酬脆满志地来到四行仓库附近的时候 湍指根 又到了《看戏》讲故室的时间 9月30日是我们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人事 这段时间广告佬都看了很多 也都在电台那里讲过很多有关抗战的故事 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一段孤军抗战的传奇经历 第二次重会战 当年国民党在秦成的统领之下 在上海和日方展开了一场大击战 这个已经是第二次中日双方在上海附近的交手 后来大家经过绞育机式的战斗非常惨烈 中方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日本方面也有惨重的伤亡 但是最终日本凭借他们优势的装备 还有他们精良的训练 再加上中方的很多种是军事上的原因 他们一步一步地逼近上海的习北城区 四面八方地在上海合迷 当时日军的坦克已经在四面八方 向着上海的市区进逼 国民党的部队要突围 但是这个时候 后方的蒋介石 他和当时的战区司令 护足同意及孙元梁发来一道命令 希望你们八十八师 要留一路人马在上海坚守 因为这个时候 国联也就是联合国的前身 即将召开会议 就是要讨论我们中日的争端 我们希望这个时候 还留一支部队在上海固守 表示上海依然在我们手里 这样就可以增加我们国家谈判的筹码 也引起国际上广泛的注意 因为当时的上海 十里阳长之外 还有一个万国租界 很多外国人都可以在这儿 看到中日双方的怎样交手 孙元梁接到这个命令的好违离 最高统税部发来的这个命令 要留一支部队的固守 其他人马撤退 那么即是 留下的这路人马 是一支必死之施 所以他们要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之下 在那儿坚守 应该是有死无杀的 留下谁呢 谁才可以承担这个任务呢 当时他手下的团长叫謝遵远 一句话都没有说 就马上接受了这个命令 他知道这一战 是绝对不会有第二个结果的战友 留给他的这一个团 四百两人 对外号称八百壮士 但是凭着这四百人 要陷入敌人几万人的包围之中 还有坦克 还有飞机 他们是没办法打的 面对他们的 只有最后胆尽两转 然后光荣殉殇国的唯一名人 但是为了我们的国家 为了我们能够打破我们中国人的气魄 他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个任务 当晚随着中方军队的撤退 八百勇士就来到了当时在租界边跟的 这一座四行仓库里面 为什么要选择一个仓库做固守的据点 听一下这个名字就知道 四行仓库是当时上海四大银行 大家集中堆放货物的一个仓库 银行的仓库 可想而知它原来是见得多么坚固 再加上因为筹备这次的会战 这个四行仓库原来就是指挥部的所在 在四行仓库里面 储存了很大量的食品和武器枪支弹药 只要受得好 謝俊元相信 我就算顶他一年半嘴 或者都会顶得住 夜幕降临 中国的军队撤退 日邦的人马 凌凌凌凌凌的很快 开入了上海的市区 分布在四边四边 他们觉得自己打赢了 这些日本人都不知道多么牙齿硬硬 即使在很多地方盛起了他们一面一面的高约旗 只不过 就在他们酬脆满志地来到四行仓库附近的时候 毕竟一连串的重机唱的声音 就在四行仓库的楼顶突然响起 那些日本兵一个操守不及 当堂就累下了十几件 嚇了一大跳的日本兵 才知道 什么原理 明明征查哥已经说中方的军队撤退了 为什么这个时候居然在这栋建筑物还有人抵抗 于是他们马上就调杂了人马冲过来围攻四行仓库 在四行仓库旁边有几栋早就被他们炸毡了的建筑物 有些日本兵就爬到那里想着用这些残破了的建筑物 例如平章和四行仓库的手军来堆射 对好了 中了算了 謝俊元一早猜到你们肯定会利用这些地方 来造自己的现成掩体 所以在那些地方 他已经一早就和这帮日本人准备了礼物 一个个绑上连成一条线的手楼档 然后旁边还有一条引线 一早就拉出来 好了 一看到日本人进去之后 即时 謝俊元点着引线 净净 那些人刚刚爬进去 拿起枪正准的瞄准器人本兵 不明不白地把绑上返西天 为了坚守四行仓库 謝俊元和他这帮战士 可以说 真是想尽了 他們想到的所有計劃 連草船遮尖這條計劃都被他們用 為甚麼? 因為四行倉庫堅固就堅固 日本人的大炮都打牆壁不想 但是同樣又有個麻煩 就是這裏他們沒辦法鑽到槍眼出來 所以戰士只能爬上樓頂 或者其他地方 一些遮蔽不太好的地方來射擊 這樣很不方便 但是謝團長他們有辦法 他們利用移兵計 在房間裡有流星機 好,後著日軍疲勞時 突然流星機響起上來 音樂就走起上來 嚇著日風一大跳 那些日本鬼即時舉衝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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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冲入这个仓库半部 只不过这班孤军 他们打得真是认真辛苦 虽然在仓库里面 储备了很多的粮食和物资 但是为了不让日方发现 他们不敢在里面着火 免得成为人家轰炸或者轰击的对象 所以肚饿的时候 只能够拿着生米不断折入口 而水只能够用枪管 去接一些屋檐流下来的雨水 又或者水管剩下来的残水 敢来饮 敢来坚持 但是面对着这么艰苦的环境 他们依然毫不器虑 当时避入租界的上海民众和那些外国人 就是隔着一条河 看着日方疯狂的日破又一波的进攻 和我们中国战士奋勇的环境 很多人都感到很感动 世界上很多的报纸都广泛报道了这件事 赞扬我们中国军人的英勇 亦都为国联在会议上 中国人增加了给大家的同情 和说话声音的力量 当时电话线还未断 上海各界被入租界的那些老百姓 以及商会的代表都问 我们很想帮着你 支持着你们 想问一下团长你有什么需要 四行仓库里接到电话的借尽 沉默之一致 他只说我们没有什么需要 我们只需要一面国旗 最终上海一位姓阳的女徒军冒险游泳 将那边中国的国旗送入四行仓库 于是第二天就是已经沦陷 整个市区周围都飘着日平日邦高约旗的上空 是四行仓库的楼顶 盛起了日之用竹膏插着的中国国旗 这代表着的就是中国人 不屈的声音 不屈的形象 虽然后来是上海租界的公布幕 因为日邦在路修成路之下连租界都炸 加上于是就狠请中国政府等这支孤军去入租界 这帮战士这样才结束了他们的孤城抗战 但是他们毕竟在中国抗日战争的历史上 留下了是非常动人的一笔 像这样的故事 翻开一步步技术抗战的历史 一篇篇追忆老兵的文章 你还会看到很多 很多 希望的是 不单止是今年 不单止是这个月 我们每一个中国人 都应该认认真真地继续看下去 好了 有关这段抗战的传奇 港股佬就说到这里 希望有机会的时候 再和大家分享其他的 抗战故事 衣服全部都是在苏州那边订造的 因为当时黄晓英导演 他要求这个戏 服装全部的质感很重要 所以衣服很重 我从来没试过穿古装重到 很重的 它的质感 他说一定要这一种 因为我穿的时候 第一天拍剧照 我觉得好像是百多两百斤 是聚着我 很重 就是用准备打扣? 是的 因为就是凭袖 袖也有五个袖 五个水袖 五层 五层入面 是的 一般我们的水袖 都是一层 最多是两层 但是它有五个水袖 就是要有一种很厚重的感觉 是的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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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